看另一段的基本说,大家一起打面很短的一段经文,1,2,3 因为我的人在那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那你就与我,在他们中见 所以这是第三教会的第十八章的时候,讲了地方教会了 地方教会,若有两三个人奉谁的名? 耶识的名 你别讲麦克的名就讲他了 我的名不是麦克的名,我的名是耶稣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当中 那我帮助你明白,这个有两三个人说我的名的意思是什么? 这里两三个人也不是死,不是指人数的重要性 不是因为有多少个人,两三个人,乃是指人数的保证 就算两三个人,我也在你们那边 就算两三个人也好,我就在你们中见 为什么要在你们中见,因为你们奉我的名聚会 奉我的名聚会,也就是被聚取在我的名下 一位是他人的聚会不是由自己来发起 乃是被圣灵感动,离开个人看法的立场 单纯地归宿并连结,与主的名,阿们 这就是两三个人的意思 然后圣经讲,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个中间,在他们中间,这里讲的是主的同在 主的同在就有他的同在,他的同在有两三个人已经就足够了 如果没有他的同在,一千人一万人也够 所以今天的教会的成型,今天教会不是因为有多少个人才成为教会 两三个人只要,也不是两三个人,也不是因为少数人也是多数人 是因为最重要的是这个聚会,有没有神的同在 如果有神的同在,就算有两三个人,主耶稣也在我们当中 所以你有没有,不管你感觉到没有 我不知道你知道你有在我们聚会当中,神在我们当中,阿们 耶稣在这里去应行,你必须要有这种属灵的看见 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不是在家的 因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你一个人不能奉主的名聚聚在一起的吗 从十五节到二十节,神给我们看见 在这个马太十八章那边,两三个人的原则就是教会的原则 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刻意奉主的名聚聚在一起 他们就能够代表教会自行属天的权柄 他们的见证就是教会的见证 他们的断案就是教会的断案 他们所做的,神亲自印证,并且除尘 不过,同心刻意被拒绝在主的名里的,不是外表的同心刻意 是真的同心刻意 所以我一直祷告,弟兄姐妹,我们灯塔社区中心的弟兄姐妹 一定要同心刻意 我不允许有汉圆,我不允许有分门打会 因为奉主的名在一起 这个同心刻意不是外表的 不是这样的 而是真正的愿意我们放下成见 放下看见,放下自己的立场 愿意一起来建立神的家 阿们 所以我们要看到 当我们两三个人的连则是教的连则 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的时候 主就同在 可见信徒在聚会中蒙恩 比单独个人蒙恩更明显 在正常的聚会中 主不能不明显他自己 以他的同在而引导光照和启示 主的同在是最宝贵的 主的同在乃是家会属灵权柄的恩君 所以今天你要看这些教会 不是看他教会有多大的多小的群 来决定看他教会 是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主的同在 阿们 我们再看下去 这里的同在呢 我们刚才读那个 封主的名 两三个人的同在 这个同在呢 是指聚会中的同在说的 只有在聚会中才能合照这一个同在 主和个人同在是一件事 主在聚会中同在是一件事 你可能跟我讲到 牧师 你不要乱讲 在马太录音28章27的说 我就以你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 那个讲的同在是个人的同在 但有一个同在叫团体的同在 不能够一个人的 你不能单枪屁马的 你要领受这个恩 你要领受这个同在 你必须要聚集成为教会 才有的恩典 这恩典是更大的恩典 我不能跟你解释很多 因为这个不是用解释能够明白的 你在家里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你来到家会 你看到一个弟兄 他站起来跳舞 他站在那边敬拜 哇你的心就热起来了 你听到一个姐妹来读圣经 把一个经文读起来 或者好像领唱 你就会被火热起来 你就会被激动起来 激烈起来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主同在的恩典 和主同在的很厉害的恩典 和同在跟你个人不一样的 所以 教会 跟你有关 教会跟你的关系可达 你不可能在家里 你有这样的难受 你可以读圣经 但是可能牧师在台上的讲一句话 那个就能够触动你的 能够改变你一生的那个 所以 教会的存在 你参加教会 你去教会的重要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